看到有些人想问新能源车股 先问一下2015的Wing 他就说早晨给2015.88元买 要收割还是继续开呢? 很聪明 第一件事 这个做车新势力3表 我都不建议买的 电路车里面 我主定是推荐比亚迪的 但是因为你88元买得很便宜 因为你差不多是3月14、15、16的位置买的 很难回答你 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3表的 再加上现在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零部件不足够 未来都已经是停产了 未来都说明了 不知道他拖人家下水还是什么 他都说不得我们一间是出事的 那就是说理想都有机会受局限 因为等于要留意 现在不是说我家厂在上海 因为上海封城 所以我做不到事 是说零部件不足够 那你家厂在哪里是不关事的 因为你家厂就算是在火星 你的零部件不足够的话 是一样做不到那辆车的 所以我觉得今次的事件 是大部分汽车股都会受影响 千其一 产能就减少了 第二 是说碳酸里 大家知道新能源汽车里面 全世界有三分一都是用锂电池 锂电池就分开是磷酸铁理和三元电池 如果是磷酸铁理的就是用碳酸里 如果是三元电池的用氢氧化理 说的複雅都是什么 就是你早知道你用锂电池也好 我不管你固态 液态什么态也好 什么电池也好 其实你都是用锂的 我答我们很简单 碳酸里的价格最近跌了 先给点掌声 由50万跌到49万8千 但是去年的一月是6万元 你看看一年里面 一个这么重要的原材料 升了8倍 怎会没有影响 你看到其实 所有的汽车公司都加价 没可能不加的 我也很粗略计算的 我以比亚迪来计算 大家最心里闻心 一架车大约10至15万 我当你赚300元或者400元 如果你的其中一个原材料 贵了1万的话 当然不是这样计算 但是比例 你的毛利就少了三分一 你试试你公布业绩毛利少了三分一 你估价会怎么样 都是这样的 所以产能影响 价格影响 我对于一些特别是虚钱的三表 就会小心一点 但是你买得便宜 真的催你不涨 那是好事 但是我自己觉得 看看会不会 110左右 这些位置 我想110这些位置 我都会沽了去的了 沽了去之后 就算我喜欢新能力最好 就不知道为什么 理想就升上去 让我110沽倒 接着给亚迪就跌了下去 让我卖到 哇 那你也开心了 那就是其中一个做法 但是分开里面先做 当然你说不是 我对理想也很有概念 未来都是 就是 现在都是只有一辆车 但是未来会继续加推的话 是有一些长适的投资概念的 所以看你对于是没有偏好 没有偏好的话 我觉得110附近 我都想走 怎么也走一点的了